今天就帶大家來到屯門西鐵站隔離 試住一間最便宜只有300元一晚 有超多公用設施的四星級酒店 房間還有不同的主題 很適合親子和情侶入住 這間酒店就是月品道的酒店屯門 根據旅遊網站的資料 這間酒店基礎房型最便宜的價錢只有300元左右 不過今次是透過它官網來預訂的 當然在這裏有不少價錢很吸引的package 譬如我預訂的這個剩餘750元的食住玩優惠 不單包一晚基礎客房住宿 還包兩位自助晚餐 話說這個店舖佩價是賣1,000元兩個人 即是透過買package的方式來預訂 不單便宜四分之一 還送你多一晚住宿 防疫措施方面 酒店本身是有兩個門口 不過在疫情期間其中一個暫時封閉 而所有人入大門口之前都要量體溫 確保酒店裏面的所有人體溫都是正常的 Dream Room有部份設備暫時停用 增加社交距離 另外酒店亦都說明不接待隔離人士 在住就更加安心了 酒店是在去年3月才開業 至今只有一年多歷史是一間幾新的酒店 它是位於屯門建峰街 距離西鐵屯門站只是一河之隔 由最近的F出口走過去只是3分鐘就到 交通可以說是非常方便 在你走到酒店的途中 你一定會看到酒店門口對上那一隻超巨型的催器奇惡公仔 這隻奇惡是酒店的吉祥物麗 除了門口對上那一隻之外 在酒店不少地方你都會看到它的蹤影 根據酒店官網的資料有其中一款房型甚至是以這隻公仔來做主題 相信小朋友來這裡住一定會很喜歡 由此可見這間其實是一間適合親自入住的酒店禮 由於是以企我做主題上到二樓大堂 感覺就有點像去了珠海某個海洋樂園的主題酒店一樣 雖然規模遠遠沒有那一間那麼大 不過由於更加新和設計煙一點 個人就覺得無珠海的那麼老套 而作為一間適合親自入住的酒店 當然有些適合小朋友玩的公用設施 在五樓就有收費的兒童樂園 雖然說收費其實價錢也挺便宜 而且不單有傻滑梯和玩具玩 還有一些電動車可以給小朋友駕駛 其他公用設施方面 在十一樓就有在香港酒店比較少見 就連五星級酒店都未必有的室外泳池 而在四樓就是一個不算大間的dream room 不過入面的更衣室竟然有steam room dream room的旁邊甚至有spa 但因為疫情所以暫停開房 在三樓還有一個要另外收費的洗衣房 上long stay就會比較方便 平安入住的話甚至可以在大堂道免費借用單車 因此這裡的公用設施絕對可以比美五星級酒店 也難怪酒店會叫自己做度假酒店 當然你叫我一個男人老狗 住一間企業公仔主題房就肯定會被人笑死 幸好酒店都有另外四款主題房可以選擇 分別是希臘、日本、泰國和非洲 不同樓層是有不同的主題 譬如四樓就是希臘、五樓是非洲 十一樓就是日本 層層都不同風格 還要加上那一隻卡通企鵝 會不會令我很不協調呢 我又覺得沒有這樣的問題 家鄉酒店很聰明地用了火車作為最大的主題 不單是兩個大門口都分別做了兩格不同風格的火車來做裝飾 大堂旁邊的酒店餐廳也是以火車來做主題 有部份架位設計到好像火車車廂 就連大堂都裝修到好像火車站大堂那樣 正中間的布什大宗周圍還有一格模型火車圍著 一度指定時間還會適行 喜歡火車的入住這間酒店應該會多開心 而不同樓層有不同的主題就可以看成坐火車去環遊世界了 Check-in那時我就問過前台 是可以在預訂房那時要求上駐的主題 當然是要視乎入住率才能安排到的 而這麼多款之中比較多女生喜歡的是希臘 男生就會喜歡非洲多些 而我那天random抽到的是香港人最喜歡去的日本 你說是不是真的跟日本似到十足十 好老實說就真的不是就連榻榻米都沒有一張 不過從很多細節位你都會發現 設計師其實都花了幾多心思 盡量加入多些日本元素 我最喜歡的就是到浴室門 是用了紙質紋路的透光膠板來模仿紙窗 網絡也挺有質感 但是我住的這間最基礎的房營 老實說就不是很大間的 根據旅遊網站的資料大約只有170呎左右 因此除了張雙人床之外基本上就沒有其他家司 就連書桌也沒有一張 只得電視機下面有一塊長層板 還有一個高身床頭櫃可以當桌用 床的其中一邊還要幾乎貼著窗邊 好在床是Queen Size 兩個人睡的話都不會覺得迫劫 而且床褲軟硬度適中 也都有兩對不同軟硬度的枕頭 因此睡得都幾舒服 床上面也都有預先放到兩件不同Size的浴袍 另外因為酒店比較新 床頭櫃對上入是有USB位可以充電的 浴室當然都是比較細 好在棋桿未至於窄到轉不到身 而洗頭水沐浴露是獨立之裝 酒店自家品牌的 我用過就覺得無論味道還是質量都是幾好 同品牌軟膚露就放在床頭櫃中 喜歡的記得拿起來 洗手盆旁邊的梳洗用品都幾齊 指甲錯剃刀都有賣 兩支牙刷是不同顏色 另外還放了兩支豆奶排蒸餾水 下面放了大牌子風筒 風力也不差 Mini bar的位置比較奇怪 是在衣櫃下面那一格 裡面的東西也很簡單 除了雪櫃仔還有兩包茶和一包著醬咖啡 衣櫃裡面就有鑑仔仔 和質量一般的積氣拖鞋 由於酒店在鄭屯門河和西鐵站的隔離 看出去的景觀是很夠開揚 而雖然房間小小 不過是用上落地大玻璃窗 採光度很好 也會令房間看起來比較大 電視雖然有多條外國頻道 和兩條卡通片頻道 不過我就不是在塔角有電影台 想挖在房間看電影就最好自己準備了 說到一個房間的小缺點 我房間可能是因為可以和隔離房打通 所以隔音不算好 隔離房說得大聲些都會聽到少少聲 家衣家就要留意一下 你可能就會問 這麼小房間怎麼帶小朋友來婚 其實只是這間基礎房特別小的 酒店還有其他大間很多的房型 包括有兩張大床 適合一家大小入住的家庭房 對應這一種房 酒店也推出了一些親子package 最便宜555元就有交易 還包入兒童樂園玩一個小時 而正如我一開始也有跟大家說過 我這次是預訂了那個750元 包商人自助晚餐的package 這個抱飛的東西到底吸不吸引呢 由於這段影片實在太長了 唯有留下一集再跟大家詳細評測 好啦 今集集就來到這裡 如果想看我以往試著過的 其他香港酒店的影片的話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字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